2020年,敏桥青年精英海思琴活动,11月16日至18日,在福建泉州举行,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民海外敏及华裔华侨青年,线上加线下互动,在泉州各地走访考察,分享创新创业理念,畅谈如何助力故乡福建高质量发展。 11月17日,位于福建泉州实施国际商贸城内的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正式启用。同时,该集散中心被授予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创新创业基地排便。 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副会长郑冯飞表示,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的设立将会鼓励更多的敏及侨青回到故乡创业,并把故乡的产品推广出去。 像他们在海外,在世界各地,有的学到的很多的本领,很多的知识,那真正他们知道了泉州、石诗,很多地方有这方面的,我认为说他们更喜欢来沟通交流,怎么样在这边一起创业。 以前,它部分都是在什么广交会啊,或者其他展览会啊,大城市啊,那现在我们像通过这次的一个活动,那更让人家能了解到说,有更多的商机在实施,在泉州。 连日来,百余民敏及乔青走访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全球跨境直播基地,实施双旗电商城,中国实施国际食品城,一路走来。 主机实施的菲律宾飞华各界联合会秘书长蔡辉煌感慨家乡变化的同时,也认为这是身处世界各地的敏及乔青沟通、交流,共谋发展的难得的机会。 像我们这些敏商的很多的第二代咯,还有这些年轻人,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商贸的一些那个,而且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的,一个一个一个交流咯,像我们这次来的有几十个国家的这些年轻人,我们第一步就先交朋友,第二步我们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沟通熟悉, 之后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商机咯。 据了解,这是福建第二次组织海外敏及华裔华侨青年,走访考察,近距离感受全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经济动力。 世界福建青年联合总会会长吴文侯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今年许多想要回到故乡的敏及乔青,华侨子弟只能通过网络参与活动。 我们会每年持续的推动我们敏桥的二三代一些子弟,带领他们回到家乡,然后参加研修班,学习更多的中华文化, 让他们从小在自己的心灵上都种下了一个家乡这样的一个情节。 相信的话,我们明年还会推动更多的华侨子弟回到家乡,领略家乡的文化,认识和学习我们家乡的这种能文精神。